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Swift UI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过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数据绑定传递结构 上一期我给您简单的演示了一下 页面及数据绑定的方法 今天咱们把这个例子做了再复杂一点 咱们在咱们的窗体中 或者说view中 咱们再建一个小的空间 然后咱们把数据传入空间 让空间去显示该怎么做 咱们今天这期代码 也是麻雀虽小物脏俱全 咱们马上开始了 好 咱们一上来是Hello World 这个没说的 如果没建工程的朋友 您通过这个方式建工程 New File New 然后Object 然后点击之后 选择这第一个 简单View的APP 就能够建一个和我现在一样的工程 好不好 然后咱们在Hello World里面 咱们再添加一个VStack 因为咱们要添加几个空间 对不对 好 然后咱们在VStack之下 咱们添加一个按钮 Button 这叫什么 Button 这个有时日语发音声是太难听了 好 然后咱们这个Label的地方 咱们这个地方可以敲上咱们自己的代码 后面的代码可以把它删掉 目前咱们的按钮 咱们这个Button 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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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英语叫Button 对吧 在Button这个地方 咱们敲上确定 这是一个确定按钮 对吧 然后咱们简单加点逻辑 上面这个code给它删掉 OK 这个逻辑是说 我看 咱们给它首先加个Padding 对吧 然后看起来大一点 然后咱们给它一个背景色 上期咱们给的是蓝 今天咱们给个绿 好不好 然后前景色 咱们就给一个白 可以不可以 完全可以 没有问题 OK 这个Button 咱们没有给定一个 这个Padding 没有给定一个这个值 这是不行的 好 大家请看 咱们建立了一个小按钮 对吧 看起来有点小 是吧 咱们把大一点 再给它一个字体 这个字体 咱们比如说给一个 Sub Headline 看起来还是不大 是吧 咱们给一个Title 行吗 看大了 是吧 OK 然后为了让它看起来美观 咱们再给个圆角 好不好 Corner 给它一个13 好不好 OK 这样看起来非常像 网页中 Budelstrap的一个按钮 对吧 当点击它的时候 咱们做一些行为 什么行为 是这样 因为我今天想做的是 当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改变标题的内容 这个咱们上期已经做了 对吧 但是这个标题 我准备建一个小空间 对吧 咱们一点点的来 首先 咱们应该是在页面级 定义一个数据绑定的变量 对吧 OK 咱们马上开始 State 对吧 咱们上期做过了 State 然后是 因为页面级 是private 然后咱们定义一个标题 对吧 然后这个就叫做 按错了 叫做这个小马 稍等 我给你敲 叫做这个小马技术 视频 可不可以 OK 然后咱们把这个变量 绑到咱们这个text上去 这个咱们上期也做过 用self 对吧 自变量的title 这样就能够绑过来 这是没有问题的 右边没刷新 刷新它一下 然后我再给它加一个字体 右边怎么没刷新呢 这个咱们就也叫做title 好不好 存下盘 刷新了 是吧 出来了 OK 我是2015年买了这个iMac 看起来挺酷 当时看起来挺酷的 现在看起来真是太慢了 好 这样就出来 然后咱们简单的再 这个咱就不再做修饰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咱一会儿要把它变成一个变量 好不好 OK 是这样 我先不给您加这个空间 咱们先用现在的效果 我在这个按钮按下时 咱们就改变这标题 好不好 咱们把这个title 放上一个新值 叫做 比如说叫做这个小马 小马 坏了 小马 我把它弄出来 小马 然后是sleave的UI 教学 可不可以 OK 当点击按钮的时候 它会把这标题改变掉 咱们试试啊 启动liveview 启动起来之后 它请在这个preview一直在计算 启动起来之后 咱们就点击这个按钮 大家注意看 被改变了吧 OK 这是在咱们上期 我都给您实现的效果 今天咱们再加一个新的空间 新的view 好不好 马上做 咱们新的view 是这样 在这个space UI里面 很少用这个class的概念 当然也用 但是它大部分用 都是这个节物体 stract 咱们再建一个 建一个stract 然后我的就叫做headerview算了 好吧 咱们建一个新的view 然后它 咱们先加个大括号 然后让它去继承 这个view 大家请看 这个咱们主页面的view 是继承view 对吧 然后咱们再写一个小的 自己的子空间 同样也是view 大家都是view 是view套view 对吧 OK 然后咱们在这个view里面 首先咱们 我看它是报错了 OK 没关系 先不管 每个view的结构都差不多 它报错是因为 它没有任何的返回值 咱们既然继承view了 就要遵守view的一些原则 比如说 咱们需要有一个包底 对吧 因为咱们下面也有 someview 这样写就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它应该也会报错 为什么 因为咱这个someview里面 没有加任何内容 咱们加任内容的话就不报了 OK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view 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 咱们view需要接收一个参数 由view传给它 对吧 那么这个参数 咱们以前定义的是这个state型 但是因为是复view传给它了 而且用的是一个值 咱们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再定义state了 咱们应该定义一个绑定类型 这是今天的新的知识点 注意看 at bonding OK 这样相当于说 我在接受复view传给我的值 好不好 这个咱们还叫做title 没有问题 然后是strain型 这个也没问题 但是我没有给这个title进行初始化 为什么 因为它是复view传过来的 对吧 它自己不能初始化 OK 咱们马上定义一个初始化函数 这个还是要定义的 对吧 叫做title 然后因为复view传给它一个绑定view 所以说这个地方 咱们用的是bonding 没有问题吧 然后这个是范形传入 strain范形 这个大家记住就要这么写 然后接下来咱们要把咱们页面级的title 但是是绑定类型的title 所以说要加下化线 这个我认为是swiftUI不好的地方 它一会加下化线 一会加到了 把人都搞乱了 您就记住 加下化线是绑定类型 好不好 OK 然后等于参数传进来的这个title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 我想不光是显示这些个标题 咱们还应该再加点其他的数据 好不好 一会咱们加 首先咱们把这个test 这个空间test写上这个title 这样的话就完成咱们整个空间的代码 对吧 然后咱们把这个header view放到咱们原复view当中 咱们这么写 header view 大家请看可以了吧 然后加个括号 里面是一个参数 这个就要接收绑定类型 咱们想想绑定类型该怎么写 self.对 绑定类型要加一个dollar 对吧 然后title 这样的话就会传到view中去 好不好 刷新 大家请看出现了两个view 对吧 一个是咱们本页面的view 另外呢 是咱们传进去这个header view的空间里面 显示出来的效果 对吧 为了以示区别啊 除了字体之外 咱们给这个header view再加点其他的信息 比如说 咱们统计一下文字的个数 行不行 我们试试啊 这建一个war counter 来统计一下这个标题 大概有多长好吧 它是anti型 默认是零 没问题 然后在咱们初始化的时候 咱们需要计算一下 对吧 我给上一个sent 英语怎么说sentence 这样写平 对吧 然后咱们要接收到咱们的这个title 然后咱们取得这个标题 然后呢 大家注意 我上上期给您讲的这个属性封装器 对吧 用的就是这个包装器 用的就是这个属性 能够获取到这个title属性里面所绑定的那个值 对吧 然后咱们再把这个模板级的serve的这个counter 给它设上这个sentence的长度 这样的话 咱们就取到了用户传进来的标题的长度 然后呢 咱们把它还有显示到页面上 咱们显示在这个地方 咱们可以做一个这个文字加嘛 对吧 比如说 我想想啊 这个咱先加上一个斜线 然后加上一个反斜线 然后呢 绑定上咱们页面积的数据counter 这样的话 在咱们serve中就能够不仅仅显示标题 还会显示标题的文字数 大家看右面 出来了吧 没问题 OK 那么接下来 当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因为咱们标题发生变化 那么文字数也会动态发生变化 没问题吧 试一试啊 Go 点击手 大家出去看 稍等 咱们重新开始 这preview有时可以用 有时不可以用 它这个怎么说呢 安定性还是差一些 好 大家注意看 当我点击我按钮 现在好像还点不了 还在处理 那我试试吧 当点击按钮的时候 大家请看 发生了变化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个小图标不消失 也就是说 我目前初始化页面的时候 它有一个初始值 同时计算出了正确的标题的个数 对吧 当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会重新附上一个标题给咱们的view 对吧 那么这个view 它又会走一遍 这个初期化的这个函数 然后重新附上一个新的标题的个数的值 对不对 这个就完成了绑定数据的子view的传递 对吧 其实这个数据是维护在-view当中 因为咱们开发手机APP 不可能只有一个view 只有一个创体 对吧 咱们可能有多个 那么就需要咱们把数据向下传递 这个就是数据传递的方法 这个非常的重要 您应该掌握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给您简单的演示了一下数据绑定 并且传递绑定的数据结构 都该怎么做 今天的关键字 绑定 您一定要记住 好 以上的视频就是这么多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